那二四小系列我们已经告一段落 作为小节 古人流传下来的经典 殊不尽言 言不尽义 但问题就是 现代人也没有这个意义 所以这些俗语 厌语 甚至邪厚语 词语 都不记得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因为你没有这个心 那 现在还好多多少少 有一些话在流传 比如说 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句 要忘恶因为守 论计不论心 论心世上少完人 论计评评价 论心不论计 论计评评价无孝子 就说这个银 你产生实际的结果 这个影响还比较大 当然最好是你不动心 都做到 这些叫行 但是很难 因为这个心 因为这个心是一念佛 一念魔 这是守菩萨界 才能安如 不动其心 可以凡人 所轻易能做得到 那笑 你就得用心了 贫穷家的孩子 他很难 这个一下 达到什么结果 因为什么都得 从头开始 慢慢来 不见得 等到那个结果出来 要相当的努力 所以说 不管是哪个 尽量把他 这个新的计 全都完成 但是 这个 天球家的 就不太容易 富而无交易 贫而无怨 对更魔力你的心智 还有 不孝有三 无后为那 这句话 在古代是什么意思 这个 不孝有三 也有很多说法 争论不休 那我们简而论之 一是不孝亲 二是 不侍君 三是 不立神行道 不为君子贤人 就说 孝敬父母 一个是 嘴上 得尊敬 让人听得进去 最重要的是心 如果父母是 做了很多不好的 也要 提出来 尽量委婉地 让他能接受 慢慢来 否则也献父母于 不仁不义 那是君呢 就是说 一个是世君的同时 国家有丰路 你要给家 添补 为父母 养老 还有 就是说 君 公 那社会 为大家 做更多的事 这样 才是一个 好男儿 更大的追求 还有 这个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个 也说 理解不一样 按道理 原文是说 孟子篇 这个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是 这个 顺利 他 娶了媳妇 不告父母 私自 做主张 对 世卫不孝 就是 没有作为一个 后背 应该做的事情 而 现在人 解释成 说 没有孩子 但是 也可以 因为 现在 这种问题 很大 晚婚 甚至不婚 不要孩子 这都是 大不敬 大不孝 至少 这个孩子 跟你们 还要产生 更多的 联系 一半是一半 他互相之间 让这个 家庭 越来越好 就算人走了 他这个气 夜 慢慢 更 拖起来 互相 都 都